综合英国卫报独立报等媒体29日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28日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声称 如果普京是女性 他显然不是 如果他是 我真的不认为他会以现在的方式发动一场疯狂的大男子主义的侵略与暴力战争 约翰逊甚至声称 普京对乌克兰的做法是有毒男子气概的一个完美力争 卫报 约翰逊声称 如果普京是女性就不会入侵乌克兰 独立报 约翰逊说 普京大男子主义的乌克兰战争是有毒的男子气概 毫无意外的约翰逊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一部分推特网友直接批评认为他变得越来越可笑 也有人写道 这个人是英国首将 还有一部分网友对约翰逊抱怨普京对乌行动是有毒男子气概的一个完美力争 发表评论 有人说鲍利斯约翰逊抱怨有毒的男子气概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讽子 除此之外 还有网友模仿约翰逊如果普京是女性的言论评论道 就好比如果鲍利斯是女性就不会脱欧 另一名网友则写道 我不明白鲍利斯约翰逊作为一名女性会如何阻止乌克兰的冲突 此前约翰逊在极其峰会期间针对普京硬汉形象的言论已经引发争议 26日他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人曾将普京一张赤裸上半身骑马的照片作为弹字 当时约翰逊在圆桌旁就坐时问其他餐会领导人我们脱的衣服怎么样 他还声称我们得向他们展示下凶肌 请不吝点赞订阅